第六个专题 都和这个西方社会 步入现代以来 这个大的转变相关 那么我们涉及到 那么现代思想 现代文化 在它的开端时期 在各个方面的 这个具体的一些体现 那么今天我们要涉及到的是 现代哲学的开端 那么我们以现代哲学的 重要的奠基人 迪卡和他被称之为 现代哲学的宣言书者 谈谈方法这么一本书 那么作为我们 这一讲的一个中心 那么这本书 篇幅非常之小 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中文译本 而且这本书 大概是哲学史上 看起来最容易的一本书 是哲学史经典里面 那么最好看的一本书 所以大家完全 可以去自己看看 这么一本书 去看看他究竟是 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展开他的这个思考的推论 去看看那么现代哲学 在他开始初期 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来思考他所关注的一些 基本的问题的 那么现代哲学史 那么从那个现代初期开始 他所关注的问题和古代和传统 有非常大的不同 我们可以说 他集中关注的是 和认识论相关的问题 那么这和这个此前 有一些分别 那么所谓认识论的问题 比如说 人他是怎么样来认识 外在世界的 他的认识 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认识能不能够达到真理 如果说有真理的话 真理的特性究竟是什么 人的认识能力 他有没有他的局限 如果有局限 这个限制在什么地方 这个世界最后究竟是可知的 还是归宾结底的 是不可知的 那么这样一些问题 都是认识能力的 一些基本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 这样一些问题 在古代在中世纪 也是人们在不断在探讨 不断在思考的 但是到了现代初期 认识能力才成为 这个现代哲学的 这个核心的问题 我们说到 鬼斯拉的时候 我们曾经谈到 早在苏格拉比之前 从泰勒斯开始了 那么古斯拉哲学 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万事万物不断地在变化 整个世界流变不拘 在这个不变的时候 这个万物背后 有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在支撑着它 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 等等 他主要考虑的是这样一些问题 这样一些问题 当然会涉及到认识论问题 但是他不会把认识论问题 作为他的最主要 最核心的部分 那么中世纪 那么哲学和神学 是纠缠在一起的 这并不是说 那么神学的讨论当中 就不会包含有 哲学意义的问题 那么但是 他始终处在一个位置 神学服务的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他的这个探讨 也总是 那么不可能像 现代哲学那样 那么完全以 纯粹的思维的方式来推进 从现代哲学从一开始 它就分成了两个大的流派 这两个流派 一个是经验主义 一个是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 我们先简单地看一下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些 哲学史上经常提到的 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经验主义的凯山祖师 和笛卡同样被誉为 现代哲学的 这个奠基人的 培根 他开创了经验主义 那么培根的这个 生平也是非常的传奇的 是一个卓越的 文学家 科学家 也曾经是这个英国政界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由于一种最离奇的传说 说 萨斯比亚是培根的一个笔名 当然还有一个 更离奇的说法 是说萨斯比亚是当时的 英里沙特女王的笔名 也就是说 不光是中国西方的学者 为了创新已经被逼到 很疯狂的地步 现在学术研究 使得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团上了一种创新的强迫症 那么经验主义后继的人物 有洛克 有霍普斯 实际上霍普斯的年代 比这个洛克还稍早一点 这两位人物都是我们随后集讲里面 非常重要的人物 但是我们要探讨的 主要不是他们的这个哲学的 认识的立场 而是他们对现代政治思想的贡献 我们非常熟悉 比如说现在我们说 有一些价值 它是在西方文明里面最先出现的 它在特定的时代 带有特定的阶级 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这个特色 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 也成为超越这些特殊性的 普遍的人类文明的成就 比如说人权 自由 民主 这样一些价值 我们一回都要从 霍普斯和洛克的这出发来讲 什么是人权 什么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的内涵 我们来谈这样一些价值观念 和具体的一个人类政治共同体的组织机构 应该怎么样才是健全的 我们回头会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 他们同时也是这个 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很有贡献的人 同时也是这个 既是这个认识问哲学的主要人物 也是更是现代政治思想的 大师 OK 就是这个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个 大的论法 有些行当是这个 好像要上一定年纪 才能够干得比较好的 比如说历史学家 当然也有比较年轻的历史学家 但是历史学家和中意一样 仿佛都要吹吹老鱼 才能够费为信任 在哲学这个领域 稍微有点奇怪 一个方面 他好像出了不少少年天才 比如说这位 这位主教 他的重要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著作 是在24岁的时候就出来的 还有经验主义的这位大师 修诺 他的最重要的著作 虽然当时并不太好卖 后来他写了一个 比较好读的简写文才好卖了 他那本人性文是在21岁时候出版的 所以在哲学这个领域 我们一下子在经验主义者 碰到少年天才式的人物 好 我们回到理性主义 那么理性主义的主要人物 首先是迪卡 当然我们以前知道迪卡 主要知道的是 数学家 后地的中的主要人物 斯宾洛莎 来不理事 这两位也都同样是 特别是厚厚者 斯宾洛莎也是一个有能够的数学兴趣的人 但乃布里斯是一个数学史上的天才人物 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家 这点都没问题 所以在我们可以引出几个非常好玩的 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个方面 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我们以前的 我记得我中学的教科书说 它是最普遍的学问 因为它是关系到世界观的 还有什么比世界观更大的东西 没有了 一有人说它是坦涛 人与自身与自身的心灵 与他人 与外在的世界的关联的这样一种学问 我们这样一种学问 好像是最普遍不过的 但是这样一种仿佛是要来 讨论最普遍的对象的这样一种学问 另外一方面又极其的具有 地域的 民族的 不同的文化传统的 不同的哲学家个性的色彩 好像真是这样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比如说 我们刚才谈到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 我们今天一起经常是 欧洲或者大陆理性主义 欧陆 一起这个经验主义都是 英国经验主义 或者现在加上美国 英美经验主义 也就是说 虽然欧洲大陆也出经验主义之后来加 英国也出理性主义的同行者 但是基本上从哲学传统来说 经验主义来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 在英国和美国产生它最大的影响 而理性主义是在法国 德国 在欧洲大陆得到长足的发展的 所以你看不同的学派 它还有非常浓厚的 地域的 民族的 甚至是哲学家个性的这么一些色彩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稍微谈一谈的 我们翻开一本中国哲学史 孔子 孟子 董正书 朱熹 王阳明 孙中山 毛泽东 那么基本上是这么一些人物 他们经常同时也是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有些又是一些道德 文理方面的重要的人物 但是一本西方哲学史 从彼塔格拉斯 柏拉图 那么到现在的 比如说笛卡尔 莱布尼斯等等 好像这里面有很多人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最早把他们身份定位是科学家 是和这个自然界打交道的人 也就是说从这么一个 最显明不过的外在的现象 我们也可以得出一点 小小的 非常粗略的 不那么准确的这样一种看法 那么的确中国传统的思想 传统的哲学 它更多的是以政治 以伦理 以道德 作为它的取向 而那么西方的哲学和思想 它更多的是以自然科学 作为它的一种思维的模式 和关注的主要的对象 那么这的确是 当然是一种非常粗略的考察 但是它的确存在 那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这样两个大的这个牛排 它在它的这个基本的理论立场上 是有它的这个差异 那么这个差异 我们可以先略微的来说一下 我想我们大家也许在中学 或者在大学时候 受过一点这个 辩证无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教育 是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这样一些基本的词 是吧 好 我们从这样一些基本的概念出发 人的知识从哪儿来 人的认识从哪儿来 这是认识人要探讨的基本的问题 那么我们总是 好 我不想啊 人们总是可以很容易的 就区分出 好像两种不同的认识的功能 或者两种不同的认识的来源 一个方面 人有各种各样的感官 眼耳 口 鼻 舌 皮肤等等 五官 可管的那些地方 还有别的 我有各种各样的感官 我的感官它会是外界对象的刺激 它会产生种种的感觉 这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来源 但是我们也会觉得 好像我们头脑里面有一些认识 它是和我们直接的感官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 两点之间直线对待 比如说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相较 那么最后一个 比如说 如果A和B都大于0 A大于C B大于C A加B肯定 那么大于2C等等 我们可以这样的推论 好像这样一些认识 它和感官经验没有什么关系 好像是我们头脑里面的认识 就能够自然的呈现出来了 清楚明白的呈现出来了 我们可以说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这样两个欧洲现代哲学的不同的学派 不同的思路 它就是从这样一些基本的前提出发 来讨论他们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问题上的基本的立场 那么在经验主义的立场看来 人的认识归根结底 可以还原成为感官经验 我的感官和外界 发生各种各样的接触 那么我看到我前面是方形的 我摸到它是坚硬的 我闻到它有油漆外 那么我综合各种各样的知觉 我最后得出一个认识 我的面前有一张桌子 种种感官知觉 是我的认识的最基本的一个来源 我的认识可能非常的高深 可能非常的复杂 但是如果我们 仔细地分析这样一种认识的来源 它最终必定是来自于感官经验 只不过感官经验 它可以不断地积累 不断地加工 不断地整理 不断地升法 人再高深再抽想 再充满奥妙的神奇的认识 它最终也是从感官经验得来的 我们可以说 这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些基本的立场 虽然在经验主义的不同代表人物 它的倾向不太一样 在有的思想家 它既坚持经验主义的基本的立场 它又在某些方面 非常接近于理性主义的思路 心情很不一样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种 比较纯粹的经验主义的这样一种思路 这样一种思路 把经验主义的立场贯穿到底 最后它就会得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论 这是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的 我们在顺便可以说 我们经常得到这样一种信号 得到这样一种教育 好像是说哲学史上那个所有的派别 都因为他们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的分别 而分裂成为不同的阵营 这二者一方是维武主义 一方是这个维新主义 是吧 当然这样的说法也没错 但是哲学史的这个内容 比这个要丰富得多 我们不能够仅仅从这样的这个角度 来了解哲学史 说什么是维新主义 从来不会谈到物质 什么是维武主义 从来不谈精神 从来不谈心灵 我们都知道Lumata Lumata Lumata 都是没关系 别介意的意思 我们经常也会 有时候自发表 或者不自觉地受到一种诱导 比如我们经常会认为 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 经验主义坚持 感官经验是认识的无一的来源 而理性主义相反 理性主义会坚持认为 的确感官经验会给我们提供认识的基本的来源 但是归根结底 感官经验是这个特殊的 具体的 充满谬误的 充满幻觉的 充满幻觉充满谬误的东西 无论如何 最终不可能自发的变成一个正确的东西 正确的东西 真理性的认识从哪来 只能从我们天父的观念 或者说天父的理性的认识能源得来 两点之间直线最多 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 都可以再清楚明白的不过的 再清楚明白不过的认识到这点 这是理性主义的前提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种那个 不自觉的看法会认为 那么如果按照唯物和唯心这样的 按照Laymatter和Levelman这样的 台课来分析的话 好像经验主义应该是天然的和唯物论 有更亲密的关联 而理性主义是天然的和唯心论 有更亲密的关联的 是不是这样 但是实际情形不见得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讨论 比如我们把 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 OK或者说星诺 他们的这个基本的立场 我们面前摆着了一张桌子 我们用经验主义的立场来分析 一切都来自于感官经验 我的认识 我的触觉 我的嗅觉 我的视觉等等 最后让我确定 我前面是一张桌子 我之所以确定我前面是一张桌子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有一堆知觉 集合到了一块 我的嗅觉 我的视觉 我的触觉等等 有一堆知觉 集合到了一块 所以我产生 有一个桌子的这样一根观念 但是在这一堆桌子的知觉之外 是不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是这个桌子 或者支撑起这些知觉来呢 那是从逻辑上 我所没有办法来判断的 从逻辑上来说是不是这样 所以什么是这个物质 它不光是一堆知觉的集合而已 存在 一个东西我为什么说有它 为什么说它在 因为它被感知到 存在就是被感知 这是这个 德克里的这个著名的命题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存在就是被感知 为什么我说我面前有当作人 因为我感知到了它 如果我没有感知到它 它是不是还存在了 那还有张三可以感知它 李四可以感知它 王五还可以感知它 如果没有人感知它 对于主教不可以来说 还可以有上帝感知它 如果我们反过来说 如果你说一个东西存在 但是我们无法 直接也无法间接地感受到它 那么你说它存在 还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 你是不是也可以说 它就不存在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样的立场 你就一定要赞同它 但至少它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我们刚才要说的立场就是说 你看恰恰是这样一种经验主义 你就从它的前提出发 最后得出来的是一种 最彻底的维心主义的 命题和观念 所以经验主义 它和文物主义 并没有天然的结盟的关系 刚才我们还看到 谈到理性主义的几个 重要的代表人物 我们看到的一个 吉卡和莱布尼斯 都是重要的数学家 斯宾洛莎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科学的贡献 但是它也是一个 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 而且是一个 对数学极度的 用异的这么一个人 你看斯宾洛莎的著作 他写的方式都和证明的方式差不多 命题 证明 然后最后证毙 论 对上帝的爱 是一种理智的爱 然后论句 1233 最后证毙 想完成一道数学体力 也就是说理性主义 它好像和数学 有一种天然的亲密的关联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数学好像从古希腊直到现在 对于自然科学家 对于数学家 对于哲学家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 别的学科 比如说物理学 化学 它好像和人们的感官 和实验 好像有着无法摆脱的特别密切的关联 但是数学好像不一样 它好像是人类理智 人类理性的一个特殊的领域 人类好像凭着自己的天赋的理性的关联 就能够构造出一套理论的打赏 我们中国有句话 说闭门找车 出门不能合着 直到现在为止 批评本本主义 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 本本一系列错误的主义 用的就是这个词 闭门造车 闭门造车就不行 这个理论 不断地要被经验和实践 所检验才行 但是在数学好像不一样 你就是要闭门造车 闭门造车只要你造得对 只要你推论的过程 演绎的过程 运算的过程不出错 它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魅力 外在的经验世界 仿佛要被迫来服从于你这个理性 构造出来的东西 它仿佛具有 我们周一里面所说的 先天而天府为 这样一种特性 它比一切 现有的东西都更糟 但是 这个在先不一定是时间上在先 它可是逻辑上在先 先天而天府为 但是 世间的任何一切 不会违背它 它好像具有一种 这样一种特性 也许数学的这样一些特性 也许身为数学家 然后对于这个人类的认识 它有一番别样的体验 所以好像这个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它和数学和其他各种自然科学之间 都有一些非常密切的观念 这是我们还可以再讨论的 这是我们刚才 开篇时候 要对这个现代哲学的开端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所做的一些介绍和讨论 我们再回到迪卡尔的身上 迪卡尔的身品和著作 我们会讲到非常的简单 迪卡尔这个是 出生在一个贵徒之表 从小受了非常好的教育 他受的教育是在 耶稣会士的学校完成的 但我们稍微可以说几句 耶稣会士当中 有一批欧洲教养最好的人 所以迪卡尔有资格声称 说他受到了欧洲最好的教育 迪卡尔在非常小的时候 身体非常之虚弱 曾经被建议 他的父母得到建议说 不要养这个孩子了 但是后来好像他的保姆 对他非常好 把他给养大了 那么在耶稣会士得到教育以后 那么毕业以后 那么他总觉得 好像自己看了很多书 但是总觉得 对于整个世界的了解 还非常之有限 那么就决定来读世界这本大书 而不是读简单的书本 所以他参加了当时的 欧洲大陆上的三十年战争 当然参加这场战争 又身为贵族子弟 又身体不好 他不大会有生命危险 他主要的是到处去参观访问去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曾经出现过非常特殊的情况 有一本小说叫做西县无战事 后来编过电影 也展过电视剧 好像都很有名 西县无战事是说 很长一段时期 西县好像不怎么打仗 双方的军队都对视着 然后只有狙击手开枪 偶尔你不小心 一高兴会露出去了 就被特殊社就被干掉了 但是没有大部分的战术 在西县就曾经有过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 维特根斯坦在那儿作战 维特根斯坦没有不小心到 被狙击手干掉的地步 他在西县作战的经验系当中 写了很多话思考的杂技 一折一折的 后来他这些思考的杂技 被送到罗素了 罗素说自己看不懂 但是他相信维特根斯坦 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天才 于是一块在剑桥大学 给维特根斯坦授了一个学位 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发生的事 那么迪卡尔看他要读世界这本大书 是因为在他看来 当时的各种他受到的训练 他受到的教育 虽然好像是欧洲最好的 他的教师是当了整个欧洲最有教养的人 他的同学里面也有很多是聪明才智第一个人物 然后迪卡尔因为经常受到老师们的赞扬 也觉得自己不比他们差 但是老觉得好像自己学的东西有点不对劲 对自己的这个整个受教育的过程 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那么这是他要去读世界这本大书的一个基本的动机 那么他要去看世界这本大书 但是他也说自己在世界这场戏剧当中 在世界演出的这一幕活剧当中 自己更其实一个观众 而不是一个演员 他好像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来探求智慧 这是我们说到的 比如说从亚里斯多德 《平和尚诚诚》里面 开篇里面就谈到了一种 这样一种这个的确西方的这样一种传统 为求知而求知 为真理而真理的这么一种传统 迪卡尔的这个谈谈光法里面 谈到自己这一生要做的事的时候 彰显出来的是这么一种传统 那么哥德陛下的这个福士德 福士德是为了了解整个世界的最后的奥秘 不惜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 福士德里面一出来一个人物的唱词是 生来为了观看世界 那么他的确好像反映的 都是同样的这样一种情怀 那么迪卡尔的这个 最初的这个著作 他写了一本世界论 后来1639年的时候 写作出版了他的这本 被称为现代世界的 现代哲学的宣言书的这本著作 谈谈方法 这本书本身篇幅不大 但是它有几个了不起的附录 有折光学 气象学 尤其是有一部分附录叫几何学 这一部分附录几何学 表明了迪卡尔的一种努力 先用代数的方法来解决几何的问题 这就是这个解析几何的创立和发明 这是他的谈谈方法这本书作的附录 当然其实显然 我们推荐大家看的这个综艺本 后面并没有这个附录 那么他后来还写过其他基本重要的哲学作作 包括第一哲学的城市路和哲学原理 迪卡尔是一个身体虚弱的人 所以他这个医生当中很多时间是躺在床上这个思考 很不容易对人从床上爬起来了 法国人好像有不少人有这个习惯 大家看这个比如大宗马的小说里面 经常会提到法国某一个时期的全程 红一组叫黎塞柳或者叫黎四柳的 那也是一个躺在床上办公了的 后来这个瑞典的有一个女王叫做Christina 听说了迪卡的大名 要聘请迪卡过去给她教点哲学 教点数学 这位女王又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女王 每天非常早的时候就起来干公事了 干公事之前 那么要先听迪卡讲哲学讲数学 北欧的天气非常之寒冷 天亮到非常之晚 迪卡尔时代受不了 后来在瑞典就无福爱在 这就是他的简单的生平 这个简单的生平里面有些部分 那么大家在这个谈谈方法里面 还能够看到 因为这本书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很大程度上是迪卡尔的一部分的思想之传 它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这样的教育使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疑惑 它从事于这个哲学研究之前 有些什么样的考虑 它是怎么样来奠定了自己的思考的最基本的原则的 那么都是在这个谈谈方法 这本书里面来谈到的 有趣的是这个谈谈方法 他的书名讲的是方法 为什么 因为迪卡尔一上来就说 我们看他的那句 良知是人世间分配的最为均匀的东西 他说经常有人抱怨自己生来好像家里面钱没有别人多 自己生来没有别人漂亮等等 但是很少有人会抱怨说自己生来没有别的人聪明 对他得出来的结论可见良知 这个良知指的实际上是人的智慧 人的理智 人的是智商 他说良知是人世间分配的最为均匀的东西 他没有朝着别的方向解释 别的人也可以把它说的这个现象 比如说没有人抱怨自己长得貌不如人 没有人抱怨 经常有人抱怨自己貌不如人 或者自己前面别人多 但是没有人抱怨自己这个智商比别人低 他没有往着别的解释来考虑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为 智力的差距是让人最容易产生嫉妒感的东西 所以大家经常不提他 那么既然如此 从迪卡尔的这样一个前提出发 人们好像是智力都差不多 但是最后 好像达到的结果非常不一样 有的人非常之有智力上的成就 有的人完全是一塌糊涂 所以迪卡尔的结论是说 单有聪明才智是不够的 主要在于正确的运用才智